大家好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在咨询我们 怎么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站 这边包括有很多做跨境电商的 还有很多外贸型的工产 还有一些外贸企业都在咨询我们 说怎么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站 就什么样子呢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独立站 就是他要支持多个国家的语言 然后呢都支持多个国家的货币 这样的一个独立站 手极端是手极端 然后呢 这个是还有要有登录功能 要有很多比如说你要可以切换语言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来显示 然后呢支持各个国家货币 我们给他做的 然后呢同时这是电脑端 电脑端跟手机端是同步的 然后呢电脑都打开来看 展示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呢还要对接很多种支付方式 然后呢用户可以在这个电脑端 或者说手机端去购物 这样一个独立站 然后怎么去做呢 那像这样一个独立站怎么去做呢 其实很简单 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站 首先第一步你打开一个浏览器 然后在这个标签栏 然后在这个标签栏你输入 MSCRO 好 PLN.cn 这个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账号 那如果说你没有账号的话 你点注册去注册一个账号 我们有账号 我们直接点管理登录 登录进去 好我们登录一下 登录进去 我们选择一个店铺进入到这个独立站的后台 好 这就是一个独立站的后台 就开箱集用 不需要你去做什么特别复杂的配置 你看一下它分为一个 在侧边栏分为首页 订单 商品 顾客 店铺 折扣 财务 数据 应用 跟设置好 准备来看一下 只有首先 这个首页能展示你独立站的每天的销售额 然后订单 你在这里能看到你的客户在你这里下的一个订单 你都能看到你去一星二组 能看得很清楚 然后那商品在这里你可以去创建你的商品 你卖什么产品 你可以在这里去创建 然后还有顾客 你可以看到你的顾客信息 然后店铺这个页面 在店铺这里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设计你的独立站的一个 首页的样式 就比如说这个独立站的页面的样式是这样子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去把它设计成这样子 这里有很多内容块 你可以一个一个去添加 把它设计成一样的样子 设计好之后保存一下发布 然后在这里继续点击退出 然后在我们折扣板块 就有很多你的优惠折扣 你都可以在这里去创建 然后还有应用板块 应用板块这里就有很多功能了 有非常多的功能 比如说有博客消息通知 然后还有很多商品一路换图 还有多货币多语言插件 各种功能应有尽有 非常强大 如果说你刚好在做独立站 需要去找一个更简单操作的独立站 就可以在这里去尝试 然后在独立站的设置板块 在这里有很多 在支付设置这里 这里可以对接很多海外的支付渠道 Payor 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支付渠道 都是可以去对接的 你只要去用营业资料 去申请一个支付账号 申请好之后 去这里去配置好的参数 对接 然后就可以上线了 然后就可以对外发布 让老外来你的网站上下单去买东西 非常强大 如果说你的业务 要用到独立站这样一个工具的话 就可以在这里去尝试一下 以上电容就是关于 怎么去做一个 属于自己独立站的一个分享 如果说你自己刚好 现在也在开始去做跨境 或者说你的工厂也想去出海 然后缺少这方面的一些资源 或相关的信息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社群里面 经常发布一些非常有用的消息 帮大家一起出海 做中国工厂出海的子弹针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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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